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再有西方國家提出指控 就說從中國扣入了一些不合格的口罩 而且一買還買了100萬隻 今次就輪到加拿大中伏了 加拿大的公共衛生局發言人就說 至今發現大約有100萬隻中國製造的KN95口罩 是不符合醫療機構所制定的規格 這批口罩沒有發送給各地的前線醫護人員使用 之後就會再評估一下 到底是否適合一些非醫療場所 實情加拿大從中國扣入醫療物資 都不是那麼順利 根據加拿大公共服務與採購部長所說 全球大部分的口罩供應其實都是中國製造的 而且要將原材料從中國輸出是十分困難和複雜的 目前加拿大正在加速生產口罩和其他醫療物品 數據顯示加拿大從外地手購的個人防護裝備當中 有七成都是來自中國的 其餘分別是來自美國、英國和瑞士 中國駐加拿大使館一聽到這個消息 說中國的口罩不合格 即刻又彈出來回應 就說對此表示高度重視 正在聯繫加拿大外交部和公共衛生署核實相關的情況 如果在抗疫的合作過程當中出現個別具體的問題 就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加以解決 而不是作出政治化的解讀 中國和加拿大一直都是相互支持、相互幫助 中方在物資採購青關包機飛行許可方面 為加拿大提供了積極的協助和便利 這個真是搞笑 因為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他星期一才說到 就說他派出了兩架包機去到中國 想著手購醫療物資 誰不知過程當中遇到很多的阻滯 結果這兩班包機竟然間是兇手而回 甚麼都買不到 你說多麼沒面子 原來這樣就叫做相互支持、相互幫助 真是笑大人的口 除了加拿大中伏之外 歐盟最近又對四款中國的口罩 發出了嚴重的警示 到底是甚麼事 根據歐盟危險非食品產品快速警示系統的公佈 經過檢測以後 發現有四款中國製造的口罩 實際過濾能力不足 最差的過濾效率 是低於50% 即是說 戴了比不大 實際 歐盟有多個國家 之前已經對中國製造的口罩提出過這個控訴 比如說比利時 他們曾經買過300萬隻中國製造的不合格口罩 芬蘭買過200萬隻 而荷蘭也買過60萬隻 只不過這些歐洲國家其實都沒得選擇 因為中國是最大的口罩生產國 若然不向中國購買的話 根本上就買不到 但向中國購買的話就好像撞手臣 買到回去如果是合格的話 那就算你幸運了 不合格的話就沒得好 因為自己本國又沒有相關的生產線 所以這次疫情其實就反映出 這些醫療物資某程度上其實是戰略物資 每個國家是不是應該都要考慮一下 要在自己的地方設立相關的生產線 不用被人好像握頸就命 就算不要說呼吸機這些複雜的工件 比如說口罩這些那麼輕便 就應該要有了吧 沒理由每次都走進口 歐盟對付中國的口罩檢測非常嚴謹 不過路透社和紐約時報就踢爆 原來歐盟最新的那份疫情報告 竟然之間作出了大篇幅的修改 到底什麼事呢 原來就是受到來自中國方面的壓力 所以在這份疫情報告當中 凡是涉及到指控中國隱瞞疫情的段落 要不就刪除了 要不就改為使用一些較溫和的字眼 比如說在這個報告當中 原本就提及到 中國是一方面歸咎美國將病毒散播全球 另一方面又批評法國應對疫情相當緩慢 並且提出了一個不實指控 就說法國的政治人物用種族歧視的字眼 侮辱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只虛烏有 然後這個報告又寫到 說中國持續在全球散播不實的訊息 以洗脫全球大流行的責任 並且改善國際的形象 公開和非公開的手段 都是被觀察得到的 原本就這樣寫 只不過這份疫情報告 去到24日正式發表的時候 當中提及到中國進行假訊息活動的內容 就是被刪除了 而其他有關中國的內容 就被放到這個報告的結束部分 而且還使用了一些相對溫和的字眼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就說 為何他們會這樣改來改去呢 原來歐盟就說想趁著疫情結束之後 跟中方是重建深厚的關係 贏得和北京貿易的契機 歐盟現在這一種做法 其實就等同於現代張伯倫 張伯倫當年搞什麼 就是搞衰政政策 終於搞到歐洲衰到七個一皮 現在歐盟明明已經在吃虎頭 你現在所面對的疫情 到底那個來源是來自哪裡呢 現在你所買的那些不合格的物資 那個來源又來自哪裡呢 原來在捱過這麼多劫難之後 最終都是要向人民幣屈服的 最終都是在金錢至上 要保持和中國友好的關係 以便在疫情過後 就和中國進行貿易 最後就是自討苦吃 張伯倫就有版給你看 所以歐盟這一種想著獨善其身的做法 其實就是相當愚蠢 好 接著又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中國最近向菲律賓展開大外宣 透過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 發佈了一首中非商語歌曲 叫做《海的那邊》 只不過這首歌曲遇到了嚴重挫折 因為菲律賓的網民完全不受落 而且有99%的菲律賓網民 是給了扶評這首歌 到底那個大使館是怎麼說的呢 文案是怎麼寫的呢 是相當辱麻的 他們就說 中國和菲律賓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鄰邦 在這次應對疫情的過程中 中非兩國政府和人民相互支持 相互陪伴 共黑時間 共渡難關 你和我在同一片海 守望的愛陪伴 藉此特殊的戰役時期 僅此以《海的那邊》這首歌曲 獻給參與和支持兩國抗疫工作的各界人士 特別是中國援飛抗疫醫療專家組的成員 這首歌曲就是展述了 在這片渭南大海之下 兩國人民守護相助 同舟共濟的動人故事 展現了中非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精神 和新時期的夥伴關係 說得相當骨避 不知道以為中國和菲律賓的交情 就像中朝的友誼一樣萬古長青 只不過菲律賓的網民不是傻的 對吧? 你弄一首歌曲來 就不代表別人要受諾 無厘頭說到中非休戚與共 是命運共同體 只不過有很多菲律賓的網民留言 說忘記不到當年中國的船隻 如何撞沉菲律賓的漁船 而且別人對於這個所謂西菲律賓海 即是中國稱之為南海的主權 就是相當之介懷 別人怎樣留言呢? 就說了 菲律賓和中國不是朋友 請滾出菲律賓的海域 西菲律賓海永遠都是屬於我們菲律賓的 不要再偷我們的島嶼了 台灣萬歲 就是別人留這些留言 而且這一首《海的那邊》的歌曲 上載到Youtube之後 錄得三十萬次的觀看 只不過只有一千個讚好 有十萬個是Dislike 即是說比率是一比一百 還有中國駐菲律賓市館的Facebook鐵文 錄得了一千個讚好 只不過有一萬二千個生氣 並且錄得了七千多個留言 大部分都是菲律賓網民去洗版反對大外宣歌曲 所以中國今次這首中非相語歌曲的大外宣項目 可以說是失敗了 因為根本上達不到他們想要的目標 而這一次好就好在什麼地方呢? 就可以將群眾的反應量化出來 通過Like和Dislike和通過留言反應得到 中國有些大外宣通過海外媒體來作出 那些完全不知道究竟群眾的反應到底是怎樣 大家猜猜一下 這次有真實的數字 就真是無所遁形了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